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桌游fantasy 我是阿隆 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来谈一谈桌游fantasy这个平台未来的方向跟它的发展 大家一路以来都有看我的影片都知道我都是在做一些桌游的介绍啊或者是桌游的教学影片对吧 那其实呢我是想要跟我的朋友一起来拍摄试玩桌游的影片 这样子呢才能够给大家看得到玩桌游的魅力 因为这个新冠病毒这个疫情的关系呢马来西亚又有启动了这个行动管制令 所以啊我就不能叫我的朋友来到我这边呢跟我一起来拍摄试玩桌游的这个影片 所以啊现在就只能拍摄介绍一些桌游然后拍一些教学影片就只能拍这样子的影片了 往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是没有错的啦 不过问题就是呢我本身有的桌游呢是没有很多的 如果我要拍一些新的桌游我要套我自己的钱包来买更多的桌游 所以呢以这个方向来走呢我觉得是一个不长远的一个计划啦 所以呢我想要有一个新的方向 所以呢这几天我就有想一想呢 我应该是往什么样的方向或者什么样的目标去走 趁现在这个疫情还没有改善之前呢 所以我要改变一下我这个桌游范特西这个平台的方向跟我的专注啦 那现在呢我就来跟大家来谈谈桌游范特西未来的这个方向吧 平时呢我都会在星期天的中午52点或者是1点这段时间上传影片对吧 除此之外呢桌游范特西会介绍一个全新的单元 那这个就是桌游抱抱看啦 桌游抱抱看呢就好像一个新闻的一个影片 不过呢这个新闻呢就会介绍一些新的桌游 或者是有关于桌游的一些新闻啊或者是消息之类的东西 这样呢我就可以带给大家呢关于桌游最新的消息啦 桌游抱抱看呢就会在每个星期一呢会上传影片啦 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期待看一下最近有什么关于桌游的消息啦 除了桌游抱抱看呢每个星期三的9点半 我就会在我的FB page呢直播玩桌游啦 那大家也可以去到我FB page看一下哦 大家也不要忘记follow我的FB page啦 那当然我希望能够做更多关于桌游的内容啦 那就好像去一些桌游展啊或者是去桌游的店之类的东西 那当然我也想要去看一下其他国家的桌游展或者是其他桌游店 就好像台湾啊新加坡啊香港 德国之类的这些国家 那现在马来西亚还是在一个行动管制令 啊lock down的一种情况 现在马来西亚很多这些桌游展啊根本就不能做 然后很多店都不能开 所以呢现在这个计划呢暂时就只能放在一边啦 等这个疫情好了过后呢我就来做这些影片给大家看啦 最后呢我知道桌游FANTASY在2020年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呢 就已经突破了100个订阅数 那虽然这个订阅数不是很多 我还是要在这里感谢所有有订阅桌游FANTASY的人啦 那谢谢你们的支持 然后还有你们一些互动啊都有五些人 都有在我的影片的这个留言区下面有留言啦 那我希望呢大家能够更多的在我的留言区下面留言啦 那我们有一个互动这样子啦 最后呢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的频道 那当然我呢也会继续更努力的把影片做好 然后带给更多关于桌游的内容啦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呢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也别忘记点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啦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